叶翘胆子向来大得很 在意识到自己跑到魔族地盘后 他果断将一个魔兵衣服扒了下来 穿到自己身上 顺道想起来了之前秦范范说的任务 有什么比进入敌方大本营 更能刺探军情的吗 显然没有 于是他先安理得选择留了下来 对于叶翘的选择 秦范范得之后一整个都是猛逼的状态 他其实是想让叶翘赶紧回来的 毕竟他才助击 在魔界这么多金丹的包围下 不死也要脱层皮 叶翘 他们就没人想过 可能城中根本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 云水城和魔族那边有牵扯吗 明玄 这是宗门下达的任务 无论多么危险 都是一定要完成的 一群温室的花 不好好磨练磨练 日后修真界指望他们 只怕迟早要完蛋 被叶翘这么一提点 明玄马不停蹄 跑去找其他几个师兄 让他们一起过来 帮忙调查魔族的事情 然后几人发现 这城珠府果然有问题 首先一个小城池 哪里来的混沌珠 其次说是请他们来帮忙 也不见提供半点线索 每每问起来 都是支支吾吾的态度 四人围坐在一起 讨论 首先根据师妹提供的线索来看 他们有个原因期的圣女 一个原因期能打三个禁单后期 薛鱼都忍不住苦笑 这任务该怎么完成 沐仲熙将脸压在桌子上 百无聊赖 可如果是原因期的话 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接的任务吧 难道说武宗那边的消息有问题 他们情报网都这么废物的吗 明玄翘起二郎腿 说不定是历练 考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 但在这种事还得看夜窍啊 指望他们随机应变 顶多也只是查查消息 对于其他事情 简直就是一头雾水 而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小师妹都已经跑人家 魔戒大本营去蹦迪了 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 因为都是毫无线索的那种 于是其他几宗的清传决定要凑在一起 关系塑料清传们的暂时准备 一起开个会议 宋寒生轻轻敲了敲桌子 正色道 我打算去魔戒那边看看 这样下去只会在原地打转 他倒还不如铤而走险 去魔戒那边打探打探情况 苏卓犹豫片刻 大师兄 我们还是不要乱跑了吧 宋寒生修为在金当后期 他自然有这个自信 敢去搏一把 混沌珠谁都想要 在一群清传里拿到珠子考验的 自然也是各自的本事 宋寒生不想这么坐以待毙下去 苗苗抿了抿唇 这样也行 你们还有谁要去魔族探探 他道 宋寒生的建议也还行 不然这样原地打转 只会更加浪费时间 最后只有宋寒生和叶清涵站了出来 明璇看着这两个赶死队成员 挑了挑眉 你们真打算去 据我所知 金丹七的有七八个 你们去了 恐怕会被抓吧 就算宗门之间再不对付明璇 也不可能看着他们去送人头 他尝试劝了两句 结果换来的是叶清涵不屑的怒光 你们常明宗之所以刺刺倒数 就是因为胆小卢鼠 陆仲熙撸起袖子 炸了 你是不是想打架 说话就说话 我意味不明的笑容 算了算了 打架多伤和气 既然你们愿意去 那就去呗 反正到时候别怪他们常明宗的没提醒 这两个头铁的人 是啊 明璇意味深长 毕竟有人想找死 我们也不拦着 叶清涵神色愈怒 你想死吗 明璇微微一笑 故意恶心他 晃了晃手里折扇 你真坏 竟然吓人家 叶清涵一脸变腻的神色 被恶心的不轻 滚 这一届常明宗的人都有神经病吧 薛瑜看着明璇 这时不时抽风的举动 忍不住伏额 望向两个小伙伴 我受不了了 你们谁去给他一脚 让他清醒清醒 别闹了 周行云悠悠趴在桌子上 被他们这些人 整得更不想火了 叶翘在魔族待了整整三天 因为级别低 也没人在意他 他几乎里里歪歪 给摸得差不多清楚了 和宗门一样 阶级分明 上层的都神龙剑手不见尾 底层的连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让他惊讶的是 这里几个金单七魔修 秦范范解释道 魔修和正统修是不同 他们走的些歪门邪道的路子 破镜快 都是夺赦的其他修士的修为 换句话说 这些人都许得很 早晚自食恶果 叶翘若有所误 话是这么说 但七八个金单七也挺恐怖的了 叶翘正坐地上摸鱼 顺道还打探了下 其他几个魔族的口风 在确定这些人 谁也没见过魔族高层后 叶翘垂下眼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可就放心了 听说了吗 咱们大人刚才抓回来了 两个青传 几个魔族在聊天 听到聊天内容后 叶翘稍稍新歌登了下 面上神色不变 也凑过去壮弱 不经意地加入聊天 抓到的谁 别是他那几个师兄了 好像是问剑宗和月清宗的 听说是这两个宗后 叶翘顿时不及了 那是他们应得的 秦范范在预检中听到动静 表情都凝固了片刻 竟然这么快 就被抓住两个宗的青传 没救了 谢出雪捧着茶盏 摇头 指望这些青传 这个修真戒还是赶紧毁灭吧 秦范范难得赞成地点了点头 叶翘一直等到晚上 才不紧不慢站起来 他看了看自己这身衣服 随后大大咧咧 找到之前他观察了 许久的一个魔族 轻轻拍了拍对方 嗨 兄弟 你有别的颜色衣服 借我穿穿吗 他语气和善极了 那魔族疑惑眨了眨眼 你怎么知道 我有别的颜色衣服 废话 叶翘都观察这里的魔族 整整三天了 这里所有人能抓住的消息 他都基本上留意了一番 我是见你从戒子袋里拿出来的 他一脸的不好意思 我看你那身衣服比较好看 就想要一件来穿上试试 魔族衣服都是统一的 但眼前人戒子袋的衣服 却颜色大为不同 或许是为了凸显个性 他戒子袋里的黑色衣服 在一些灰色里 看上去格外眨眼 他得意洋洋 算你有眼光 这是他精心改良过的 魔族灰色衣服都穿了十几年 他也是有一颗少男新的人 平日里见没人 他私底下穿了好多次 没想到终于有人眼光独到 看出来了他的特别 叶翘连哄带骗的 将他黑色衣服给骗到手 趁着对方低头 整理戒子袋的功夫 他直接来了个偷袭 将人打晕过去 他把那身衣服换上后 又细心整理了一番 原本狗腿的笑容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迈开了步子 背着手一副六亲不认的模样 秦范范听到动静都没敢吱声 他觉得这徒弟又要搞事情了 叶翘吃了颗隐藏修为的丹药 这会儿谁也看不出来他才助击 魔族衣服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灰色 其他的魔兵又没见过高层 见叶翘穿得如此鹤立鸡群 都纷纷对视一眼 误以为叶翘是上面 派下来监督他们的 你是一个魔兵搓了搓手 试探性地问了句 叶翘唇角勾着笑容 走到他们面前 冷哼了声 恶劣极了 圣女派我来查看 你们抓来的两个青船 都愣着干嘛 想死吗 他语气不耐 眸光冷漠 魔兵被踹了也不敢回嘴 只能陪着笑 哦哦 原来是上面派来的大人 那两个青船就在地牢 我带你去看看 魔兵暗自嘀咕 他怎么不知道 圣女还派人过来了 他试探性地问 不知道圣女是怎么说的 你又是哪位大人 这充满试探意味的话 让秦范范听得都冷汗直冒 叶翘却笑容愈发灿烂 哦 你想知道我是谁 他看了这么多年电视剧 早就悟出来了的道理 演技尴尬没关系 遇到人笑就对了 笑得越变态 越能凸显出神经病的气质来 这样就谁不会有人 怀疑到自己身上了 少女保持着阴晴不定的笑容 一身黑色衣服 像是与夜色融为一体 在阴瑟瑟的气氛映衬下 显得格外深不可测 那魔族新歌登了下 突然想起来了 这些大人的脾气都不太好 尤其是在叶翘笑得 还这么灿烂的情况下 生怕自己再多嘴下去 对方就要拧掉自己脑袋了 不不不 不敢 他急忙低头 我们这就给您带路 夜翘特意将头发遮挡住脸 怕自己那尴尬的演技 会让五官乱飞 他一路上走过去 看谁不爽就直接踹过去 那六亲不认的模样 更加让一群魔兵们 诚惶诚恐 坚信了他是上面派来的大人 地牢的魔族 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 全程低着头 小心翼翼 而趁机作为作福的夜翘 当然更不可能会虚 背着手就往里面走 他漫不经心问 抓来的是那两宗弟子 准备怎么安排 这些修士都重情义得很 魔族开始凝笑 那些青船 肯定会赶过来救人的 到时候我们一定能 将他们一网打尽 区区修真戒的青船 魔族大笑 假以时日 我们魔族必定一统修真戒 夜翘看着一个个大笑的魔族们 觉得自己不笑 会显得不合群 于是便也跟着发出了笑声 哈哈哈哈 那宛如古内拉黑暗之神的笑意 前一后传出 把两个被捆住的青船下的脸色 都白了起来 宋寒生和叶清涵对视一眼 只觉得他们俩今天 怕是要命丧于此了 这些魔族 他妈都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夜翘走进地牢后 看到两个老熟人 他心底轻轻择了一声 将声音压得很低 问剑宗和月清宗的 他就说呢 是谁这么会作死 顶着被抓的风险也赶进来 如果是这两个人 那就解释得通了 夜清涵对上他细血的目光 神色微崩 眼里满是冷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待到日后 我一定踏平你们魔界 夜翘差点没憋住笑出声 不愧是修真板龙傲天 都进大牢了 还不忘放狠话 他也不看看 现在是谁的地盘 大胆 一旁的魔兵 当即狗腿地踹了过去 竟敢对大人无礼 夜清涵从来没受过这种耻辱 他咬了咬牙 声音猛地提高 眸光冷地刺骨 要杀要寡随你便 我们正道弟子 绝不可能向你们低头 夜翘心底嘖嘖了两声 还怪有骨气的 宋寒生若若出生 夜清涵 他还是挺实实物者为俊杰的 宋寒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 见夜清涵都这种时候 还不忘大放厥词 忍不住提醒道 你不想活了别带上 我行不行 夜清涵吹牛逼 非要带上自己 宋寒生脸都扭曲了一瞬 他还不想死了 夜翘细看够了 偏向几个围在这里的魔族 一巴掌拍了过去 愣着干嘛 都滚出去 那阴晴不定的模样 让几个魔族忙不迭跑了出去 等魔族的都走光了后 夜翘随意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你们来我们魔族是想干什么 他踢了踢夜清涵 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有两个送死的 夜清涵冷笑 自然是有朝一日 踏平你们这小小魔族 宋寒生 你少说两句吧 没想到那魔族脸色都扭曲了吗 夜翘笑的脸上表情差点没控制住 他饶有兴致 嗷了一声 也就是说 你们连我们魔族什么情况都没摸清楚 就不知死活的过来了 这借清传都这么涌的吗 他那一口一个我们魔族 仿佛真的将自己 当成了这里的老大 那娴熟的样子让秦范范听了 都觉得这孩子在秘境里 到底还是收敛了的 这次竟然直接在魔族地盘上 开始作威作福了 你哦啊 夜清涵以为他在开口羞辱自己 于是面无表情冷冷望着他 不说话 宋寒生的表情 也变得更加不安了起来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会沦落到魔族的地盘 这种危险的境地 让他心都不安的狂跳 夜清涵蹴了蹴眉 唇角敏得欲发紧 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声音 好熟悉 但又不记得 从哪里听到过了 夜翘看着两人都不吭声 一个个警惕望着自己 仿佛他是什么妖魔鬼怪的模样 他咧唇 笑得更开心了 俗话说你若不好就是晴天 你若安好 那还得了 这两个人表情都挺精彩的 显然将自己挠不成了什么洪水猛兽了 宋寒生看着这个魔族高层 跟风了一样 笑得前仰后合 下定决心继续忍气吞声 这个魔族有神经病 他先别惹他 夜清寒虽然不怕他 但也觉得这个魔族不正常的很 修为看不出来深浅 头发半遮着眉眼 猖狂的笑声像极了变态 夜翘物资欣赏够了两人精彩的表情后 平静将腿放了下来 把那凌乱的长发微微撩开 露出清润让他们格外熟悉的眉眼 夜翘乐不可知 嗨 想我了没 卧槽 怎么样 夜翘对上两人瞳孔地震的目光 拍拍手笑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远在云水城的几个青船们 还在进行着没有意义的会议 先查清楚云水城到底和魔族那边 有没有牵扯吧 秦怀抱着剑 别到时候弄错方向 沐仲熙提出建议 这个好办 我和楚行之冲进去 就是一个右边腿 将他揍一顿 套麻袋里 质问他居心何在 我们是正道弟子 不是土匪啊 寺庙言听着都觉得无语 你这样大张旗鼓地进去 是个人都知道有问题好吗 就算是个小城池 但金丹七老东西也有不少 真打草惊蛇 对他们也不利 明璇听着他们没有意义的讨论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他能预感自己快要突破了 好不容易放个假 还没有命迹要参加 见鬼的 要和他们一起调查这种事 而且这种消息 都不用他们来确认 以武宗那群老东西 死精死精的性格 只怕也查得一清二楚了 一个小城池 还轮不到武宗长老们出手 但和魔族勾结 也不是什么小问题 只能将抛给他们 让这些青传们出面解决 走吧 明璇伸了的懒腰 别到时候真被他们 搞个瓮中捉鳖 另一边长老们 也在私底下保持着联络 好歹是第一次放他们出门 解决的事情还不算小 都各个宛如那 放心不下逆子的老父亲 忧心忡忡地保持着联络 时刻注意着那些孩子们的情况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了 成风宗地问 问贱宗宗主 直至无无半想 才艰涩土字 叶清涵进地牢了 他也是刚知道 自家那天生健骨 竟然能涌到叶探魔族 云衡也已经不想说话了 自闭了 你们清传打个招呼 你们想听听动静吗 预检通讯没有断过 于是其他四宗的宗主 清晰听到了 叶翘那熟悉的声音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刺不刺激 这一连串问话 当即沉默了所有人 叶清涵 宋寒生 就差那么一点 两人就要大喊见鬼了 尼玛的 在魔族看到叶翘这张脸 简直踏马 比鬼故事还吓人 叶翘却没有半点自觉 反而往他们面前凑了凑 笑嘻嘻的 我看他 这不是叶清涵和宋寒生吗 怎么几天不见 被抓了 你们俩干脆别叫什么 清喘了 以后就叫透心两组合吧 他这话说的完全是真心实意 一个寒生 一个清涵 名字都挺凉快的 宋寒生 叶清涵 你怎么进来的 叶清涵脸色都变了 宋寒生 心累 他一想到 刚才叶翘作为做福的模样 就更累了 怎么 同样是完成任务 叶翘的模式 和他们不一样呗 合着他们俩走的路线 是淳于风 这叶翘是混入敌营当老大 叶翘给了两人一个好大的惊吓后 也没墨迹 给他们迅速解开了绳子 他伪装说到底太低级了些 而且身份不够高大上 很容易被拆穿 他准备就下两人后 将魔族闹个天翻地覆后 一起来逃亡 叶清涵和宋寒生不知为何 都有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尤其是两人还都经历过 被叶翘坑前 扣心良 两人组对视一眼 觉得他是属于黄鼠狼给击拜年 不安好心 放心好了 我会安全带你们出去的 叶翘一副活力满满的模样 相信我了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逃亡吧 他说完一马当心就往外跑 其他两人没跟上节奏 宋寒生甚至不解开扣问 为什么要跑 那些魔族不是听你的话吗 那是我骗他们的 随便找了个颜色不一样的衣服 往身上一套 随便说几句话 给暂时糊弄过去的 很快估计就会被发现 别问了 快跑 叶清涵 于是三人再次开始了大逃亡 魔族那边 果然也意识到了不对的地方 圣女有下属吗 没有吧 他们族的圣女都性格冷淡 平日里独来独往 连人都联系不上 对方根本不关心 抓没抓到清船这种事 更别提找人来看了 快去地牢 有反应快的 赶紧跑了过去 一打开牢房门 果不其然 两个清船跑得无影无踪 他们这才彻底意识到 特奶奶的被骗了 宋寒生一个扶修 跟不上两人的速度 喘着粗气 忍不住大声咧咧 你不是说带我们出去的吗 叶翘理直气壮 我是说带你们出去 又没说现在 果然啊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都不能信叶翘这张嘴 亏他还对叶翘抱着几分信心 五宗宗主们听着几人的对话 不是 没人意识到 两个金丹后期指望一个住击 带你们逃出生天 这件事有多慌溜吗 宋寒生额头冒冷汗 听着外面喊打喊杀的声音 他舔了舔干涩的唇瓣 我还有几张传送符 但成功逃跑的概率不大 这里金丹太多了 用传送符就意味着气息会暴露 而且在魔族察觉到 他们几人逃跑后 那边就已经用阵法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换句话说 即使有传送符 也根本跑不出去魔界的范围 这个时候就比谁的符更阴间了 叶翘从戒子袋套出张符 我有遁地符 传送符都没用 你的遁地符也同样出不去 宋寒生翻了个白眼 全然没有刚开始被关地牢的唯唯诺诺 叶翘挑眉 谁说我要出去的 他懒得理会这两人 你们自己藏好 别后面等我再来捞人 到时候用传音符联系位置 说完叶翘捏碎盾地符 就当着两人的面跑了 叶青涵和宋寒生对视一眼 接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无语 该怎么评价叶翘这个人的荒唐程度呢 永远不按常理出牌 那急匆匆的模样 谁也猜不透 他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盾地符一放也很容易泄露气息 魔族很快就察觉到灵气的波动 有动静 气息好像是在女浴室 快去看看 叶翘从女浴室钻了出来 四处望了望 随后脱完衣服就跑 他观察这个魔族很久了 将地形也给摸了个七七八八 一张盾地符顺利挖到了女浴室 叶翘一颗脑袋钻了出来 顺势将一个旧衣服 给顺手牵羊的偷拿走了 为了表达歉意 他还放了十几块上品零食 打扰了打扰了 叶翘一直在心底疯狂道歉 一边默念扣一枚女原谅我 魔族那边鸡飞狗跳 宋寒生也战战兢兢 找了个地方藏身 他不像叶青涵是个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得见羞 他们扶羞都狗得很 就喜欢躲后面甩服路 找个没人注意到的地方 敲迷逆不振就更好了 眼看叶青涵这个棒锤 想冲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 宋寒生死死勒住他脖子 你想死别带上我 他当初到底多想不开 才会和叶青涵一起来的 特么还没叶翘靠谱 在外面搜寻叶翘踪迹的时候 宋寒生这边同样不好过 时间都仿佛被一点点拉长了 空气凝固住般 魔兵们的气息无孔不入 仿佛下一秒就会破门而入 宋寒生慌的一批 手都在微微发抖 既有外面那群魔族的恐慌 还有怕被发现的紧张 两者情绪交织下 让他心跳如雷 呼吸都无声地平住 我回来了 叶翘用盾地服钻出来的时候 把两人给下了一个机灵 虽然知道他向来神出鬼没的 然后是如此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二人组 还是没忍住 后退色缩了下 叶翘从地上露出个脑袋 再次出现在两人面前时 衣服都已经换了个样了 原本还是魔兵服装 现在换成了彻彻底底的女装 叶青涵愣了愣 声音冷淡 你哪来的衣服 他真想问问 叶翘这随时随地都能就地取材的本事 到底哪里来的 叶翘 从女浴室偷的 宋寒生眼睛睁大 你变态呀 你才变态 叶翘在魔戒这么多天不是白混的 他从戒子袋里扒拉了下 摸到了几天前 趁着其他魔兵洗澡时候 顺来的两身衣服 扔给了了他们两个 穿上 一会儿跟我走 宋寒生愕然 你想干嘛 你们不想出去吗 我带你们出去 叶翘头也不回地 将身上衣服整理好 我之前就打探过 那个圣女的具体消息 本来以为他这两天应该会到的 结果 据说是因为魔族这边的饭太难吃 他暂时洛布斯数不过来了 叶翘一开始只是有个想法 但没打算铤而走险的 可现在容不得他犹豫了 我如果速度快一点 完全能走在他们前一步 来个瓮中捉鞭 魔族是打算联合云水城的人 给武宗清传来个包饺子 围起来一网打劲 这种时候比的就是谁更骚了 宋寒生沉默吐出一个字6 这个时候除了6 他还能说什么吗 那当然是跪下给叶翘扣6了 现在他已经不是叶翘了 他现在是全部的希望 宋寒生这个人 惯会能屈能伸 在确认了谁是爹以后 他果断选择跟着叶翘走 叶青涵面无表情 你确定 他挑眉 什么你呀我呀的 注意和圣女说话的语气 不是 短短几天时间 你特娘的适应身份 适应得这么快的吗 叶青涵和宋寒生 最终不情不愿地 将衣服给换好了 这种时候 他们只能相信叶翘了 三人换了衣服后 叶翘特意找了个面纱 将脸给挡住 随后指尖掐绝 比划的手势 让人有些看不懂 宋寒生猝了猝眉 他在干什么 叶翘步阵速度有些慢 在魔族破门而入时 他动作略微一顿 将手背到后面 继续着未完成的骤印 魔族为首的男人 推门而入 以为会看到几个暴头鼠窜 大惊失色的清传 结果没想到 意外撞见两个 穿着他们魔族衣服 修为探不出深浅的两个男人 剩下一个少女 戴着面纱 歪了歪头看向他们 神色格外空洞 有些圣人 叶翘演技不行 但没关系 人的同仁不聚焦石 看人的目光最惊悚 再搭配着不透光的屋子 恐怖气氛渲染得很到位 你们是谁 为首的男人 声音沙哑难听得很 嘴角扯出魔古怪的弧度 如果对方给出的答案 让他不满意 下一秒 可能就要伸手一触了 显然在经历了欺骗后 他们变聪明了 据说放走那两个清传的人 修为才助击 之所以看不出来 修为深浅是因为 他们狡猾的人类修饰 有一种单要能隐蔽修为 叶翘加快的手中动作 同时目光不仅不慢 看向两人 叶青涵和宋寒生 大本营啊 宋寒生深吸了口气 面无表情拿出了 平日里在秘境时扬着鼻孔 看那些散修的本色出演 他嘴角勾起抹不屑的冷笑 环视周围一圈后 金丹后期的威压一放 刚才神色阴冷的男人 表情僵了下 神色收敛了许多 叶青涵也放出了威压 因为是第一次 与人同流合污骗人 他语气略显有些僵硬 连你们圣女都不认识了 叶翘却对他满意极了 叶青涵就是那种 看谁都是自带屁腻的神色 语气冷淡又严谨一概 逼王的胃拿捏得很足 一瞬间档次都上来了 两个金丹后期都能拿来当小弟 这下 助击初期的叶翘 一下子便成为了所有魔族眼里 最深不可测的原因期圣女 圣女 男人迟疑了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算算时间 圣女好像也确实是这几天要来 有魔族巧声道了句 老大 可是我分明记得 昨天咱们抓回来的两个青传 也是金丹后期 他直接给了下属一个大鼻痘 不屑 蠢货 你以为那几个人傻吗 都跑了 还会大摇大摆回来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偷听的勤犯犯 我们跑了 嘿 骗你的 谁会想到他又回来了呢 还是带着宋寒生和叶青涵一起 在耍了所有魔兵后 大摇大摆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回马枪怎么玩 可算是让叶翘给研究明白了 男人脸了脸心神 望向叶翘 我们可要离开这里 出发去云水城 叶翘看着这些人 都在催促着自己离开 他不动声色 观察着自己不下的阵法 马上林们一脚快出去的时候 肚子突然顿住了 等等 出魔界的路怎么走 这话一触 气氛凝固了片刻 圣女大人 男人眯了眯眼 神色愈发阴晴不定 您难道忘了 该怎么走了吗 叶翘神色更淡定了 哦 我知道 刚才是骗你的 男人脸上的疑痘更甚 愈发觉得 他身份有问题 秦范范心都跟着悬了起来 一旁的谢出雪眨眨眼 却开始大声嗲嗲 他竟然照抄我的话 秦范范一巴掌 把他拍地底下 闭嘴 宋寒生猝了猝眉 他不是叶青涵那种 没什么脑子的见修 能感觉到叶翘在拖时间 不然没道理在这里磨磨蹭蹭的 而且比起说是漏线 叶翘这种做法 更像是故意引起对方怀疑 正当他暗自撕衬时 叶翘背对着那些魔修站着 下一秒 一道刚风朝他冷不丁飞了过来 以迅雷不达掩耳之势 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到他身前了 宋寒生大害 却也阻止不了 他们修的都是灵气 一旦出手就会暴露 刚风直逼面门 叶翘站那里一动不动 很快魔气撞上无形的屏障 消拟了空气中 卧槽 虚惊一场 宋寒生被吓得差点虚脱 以为要翻车了 叶翘知道魔族都是群老六 喜欢背地里阴人 因此提前便防了一手 扶修除了些难搞的上古阵法以外 其他阵法没有境界限制 只是需要提前布局 他刚才磨磨蹭蹭 拖延了半天时间 为的就是有人偷袭时 部下的阵法能挡住这一下攻击 就一下 便能彻底坐实他魔族的身份 毕竟叶翘之前在秘境中那老头学的 确确实实是魔族阵法 果不其然 在周围阵法启动的瞬间 除了唯一一个扶修宋寒生 察觉到了是阵法以外 其他对此阵法一窍不通的魔族 想当然以为是他们圣女修为太过高深 一动不动便能让攻击消米 不愧是他们的圣女 日后他们魔族一统修真戒 指日可待啊 哈哈哈哈 出手偷袭的男人 确实是存着试探之意 他松了口气的同时 急忙低头请罪 诚惶诚恐 失礼了 圣女大人 差点以为凉凉的叶青函 叶翘环视了一圈 被震慑住的魔族们 在确保这些人 都已经相信自觉身份后 他心落下来后 也笑了 你知道吗 伟大的魔尊大人曾说过 挨打可以让人变年轻 刚才偷袭自己的魔族脸上 比如说 现在你不就被我打得 像个孙子一样 把那个偷袭自己的人 揍了一拳后 神清气爽的叶翘 带着身后的魔族们 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宋寒生心悬着 一直没放下来过 他早就注意到了叶翘的动静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在布阵 他会阵法 不 宋寒生记得他在逆境里 何止会 还趁机应了叶青函他们一手 问题是他怎么会的魔族阵法 他看得清清楚楚 叶翘用的既不是常明宗的 也不是叶青宗的 叶翘当然知道他困惑 但他没工夫解释 叶青函和宋寒生两人 大概是因为心虚 全程都阴着张脸 跟在他后面一言不发 但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两个人都是比王出身 往他身边一左一右站着 都老有变态那玩了 你们都叫什么 刚才被他一拳打了的魔族善笑道 我叫阿大 名字都挺敷衍 叶翘记下后 微微一笑 哦 我们出去见见其他人 他说完这句话时 敏锐察觉到了身边魔族人 情绪都高昂了起来 仿佛迫不及待 已经要走出魔界 踏平云水城了 叶翘没浪费他们的情绪 也趁机说了几句 毫无意义的演讲 等我出去 就让那些不知死活的清喘们 知道谁才是修真界的主人 两个不知死活的清喘 叶青函心情很复杂 很难想象 叶翘是用什么心情 说出这种话来的 他已经到了 诋毁自己都诋毁的 毫无压力的地步了嘛 叶翘带着两人 大摇大摆出去转悠了一圈 不得不说身份够高 也就意味着更轻松 这会儿别说观察他的人了 许多魔族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足以见的魔族身份 阶级差的严重性 他没敢问魔族有多少金丹七的 只能不动声色自己观察 叶翘看到一个打铁的魔族 又是个金丹七 他差点羡慕到流泪 现在金丹七都这么容易了吗 还是说魔族破镜 就是比修饰快 他现在改行还能行吗 你叫什么 叶翘压下那些情绪 问低头打铁的魔族 对方有些无措 看了看叶翘 满是憨笑 没 没有名字 叶翘也发现了 魔族似乎名字 要么是个编号 要么干脆直接没有 哦哦 他拍了拍那个 勤勤恳恳打铁住建的魔族 既然你这么会打铁 叶翘话一顿 愉快道 那你就叫老铁吧 老铁双击666啊 好怪的名字哦 叶翘逛了一圈下来 几乎是把魔兵们 给霍霍了个遍 其他人只当他是心血来潮 只有叶翘是在 勤勤恳恳地认人 全召集过来看动静太大 难保不会被 其他上层的魔族知道 叶翘只能自己辛苦点 四处晃悠了 叶翘寒和宋寒生 全程拉着个脸 叶翘随口吐槽道 你们俩就好像 那个没头脑会不高兴 晚上为了能商量一下 逃出魔族的大忌 叶翘寒示意叶翘 赶紧将周围那些 藏在暗处的魔族之走 叶翘便随意拉住 那个叫阿大的魔族 低语了几句 你藏在暗处的那些人 都给叫走 圣女 阿大惊了惊 怎么了吗 叶翘 打扰到我们了 他说着 指了指叶青函和宋寒生 然而叶翘这一番话 意味不明的 落到阿大耳朵里 自然就又成了别的意思 三 三人行 不愧是他们圣女 真会玩 如果叶翘三人 知道他们的想法 估计隔夜饭都能吐出来 将所有暗处 藏着的魔族之走后 叶翘维持了一天的装逼姿态 才彻底的一垮掉 他往地上一躺 生无可恋 叶翘躺了片刻 闻到了饭箱 他立马坐了起来 往嘴里塞了个包子 宋寒生想阻止 都没来得及 呦 叶翘脸色绿了 好难吃的饭 突然就能理解 圣女为什么不回家了 要是天天吃这玩意儿 换做是她也不回家 宋寒生神色悠悠 注视着外面 她神识宽 很轻易地能探到魔族节节位置 当初叶青涵能进来也全靠她 叶翘 好饿啊 早知道多带点馒头了 叶翘之前 就将所有金单器的魔族 都给建了一面 算一算数量 一共在20个金单器 挺恐怖的一个数字了 如果没有叶翘的话 他们联合云水城的人 将咱们五宗的人包围 我们能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少 宋寒生做了个推算 不忘征求其他两人的意见 叶翘拍拍手 恭喜你们达成 入狱的亲传们逼结局 他的话太扫兴 宋寒生决定无视他 看向叶青涵 叶青涵声音冷冷 质地有声 我只相信邪不胜正 宋寒生 算了 一个太扫兴 一个是个白痴 我查了查整个云水城金单器修饰 不超过十人 暗地里不知道具体有多少 但如果打起来不难解决 就是不知道魔族那边 请来了多少帮手 林璇又想起来了 小师妹说过 魔族那边有七八个金单器的 据说那只是他猜测的 暗地里应该不止这些人 他有些牙疼 只能化身祈祷者 希望在魔族的小师妹人没事 最终苏卓开口道 这样吧 扶修跟我来 先在外面提前布阵 一部分青传负责打掩护 别被他们发现 我们先逐个击破 免得打起来的时候被包饺子 总不能整个云水城 都是和魔族有勾结的吧 断横刀将脸压在桌子上 百无聊赖 这么大的地方 总不会没个好人吧 那都有谁是好人 你去查 苏卓没好气呛声 事到如今都差不多明白了 什么混沌猪 那分离就是长老们给个考验 那自然是谁表现好 混沌猪归水了 这个时候 谁都不愿意风头被抢 卯族竟想表现自己 断横刀理直气壮 到时候打起来 不就知道谁是坏人了吗 你骂我干嘛 他也很努力地 再配合他们做陷阱了好吧 本来气休就少 他和神子微忙前忙后半天 还要被苏卓骂 这几个孩子 思路是对的 有长老干咳了一声 失效 起码知道了 不能打草惊蛇 而是一个个处理 如果没有夜桥的话 这群青传的表现 已经让他们很惊喜了 毕竟按照他们之前的猜想 这些弟子会一窝蜂冲进去 把云水城的城主 给痛点一顿 然后被魔族们来个瓮中捉鳖 达成集体入狱的结局 算了 听听夜桥那边的计划吧 秦范范都没什么兴趣了 这些傻孩子哟 没有夜桥他们以后出门 该怎么活呀 远在魔族的夜桥 因为饭太难吃 睡不着觉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早日给那些魔族们 来了包饺子计划 夜桥便早早和那些魔族们说 明天启程前往云水城 夜桥睡不着 其他两人更不可能睡着了 这可是魔族 谁他妈像他一样 心大的去睡觉 你们都睡不着吧 兄弟们 宋寒生 你干嘛 他正在喝着水 沉思下一步计划 毫无疑问 跟着夜桥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可他也是唯一一个 能在魔族地盘上如鱼得水的 宋寒生只能希望他稳一点 别了 夜桥 我穷得睡不着 宋寒生 夜桥继续道 魔族应该挺有钱的吧 既然明天就要走了 那他身份都做到这种地步了 甚至让人身信不疑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不趁机 去魔族内部看看呢 夜清寒 你想干嘛 宋寒生同样咽下嘴里的一口水 目光惊恐看着他 夜桥 要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吗 既然追求刺激 那当然是要贯彻到底了 宋寒生艰难吞得下口水 不行的 我告诉你 魔族零食和我们不通用 他横看树看 都觉得夜桥是一副被饿疯了的模样 夜叹魔族内部 他不怕被当场揭穿吗 他永远想一出是一出 两人现在能逃出去 全靠夜翘 见他要出去找死 宋寒生还不能说什么 他更气了 只能陪着夜翘一起出去 魔族的宝库位置在地下三层 周围没有人看守 很快他便发现了上面有禁止 难怪没人看守 宋寒生猝了猝眉 是魔族那边的禁止 但我有点印象 他轻轻摸了摸 望向夜翘 你记得吗 秘境那个老头 夜翘点点头 宋寒生道 我见过他 推演过一个类似的禁咒 我可以试试 能不能打台 他修为在金丹后期 能有灵力支撑起来 夜翘才助击 这会儿肯定轮不到他来表演 那你来 他自觉后退 将舞台让给宋寒生 别说 这大概是他们三人 最和谐的时候了 而那边的秦范范 刚联系上夜翘 便听到了这三个兔崽子的动静 什么静咒 什么探险 你们又痛得在干什么 宋寒生多少有些尴尬的咳了一声 如实回答 我推演可能需要点时间 那个老头演示的阵法太多了 实在记不住 宋寒生不觉得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也不看看那老头速度多快啊 而且魔族阵法对他而言是另一种体系 能模糊记下来已经很厉害了 夜翘文言默默瞥了他一眼 照你这样说 我上我也行 他只是灵气不够而已 但灵气不够单要来凑啊 薛宇给的 再加上他大笔钱自己练的 打开个静置 虽然浪费点时间了些 但也不至于磨磨蹭蹭等宋寒生推演 宋寒生 他被气的又是一个深呼吸 你一天不说话会死是吗 这个夜翘一天不用语言伤害人 他就难受是吧 夜清寒抱剑冷冷的同样不语 宋寒生脸都给气清了 夜翘耸了耸肩 如实道 没有 就单纯觉得 照你这个速度 星星都能进化成人了 宋寒生天赋确实也蛮高的 他毕竟不是和自己一样 被那个老头面对面教学 而是隔着个留影时观看 能模糊记下 甚至花点时间推演出来 也是少有的天才 难怪能做首席 只是现在这种情况 等他推演出来天都亮了 哪里还有时间薅羊毛 宋寒生 那你来 好啊 他说的随意 夜翘答应的就更随意了 夜清寒看不下去了 他声音冷冷 你们俩是来这里玩的吗 这是魔族宝库 不是他们宗门长老的小金库 被抓到是要进大牢的 夜翘终于没有再继续口嗨下去 而是做出了点实际行动 他指尖比了个手势 黑色皱印一个个飘了出来 他嘴里咬着丹药的瓶口 专心致志 重复着之前老头的举动 只是秘境内老头速度快 他相比之下慢了许多 灵气不够 就干脆咬着瓶口 仰头吞个回灵丹 然后继续枯燥无畏的节奏环节 能看得出来 他是第一次用 动作都声色不少 皱印长相都差不多 很难从中分辨出具体区别 尤其是在密尼妈妈一群小字的情况下 饶是宋寒生都不敢说自己能全部记住 看到这一幕时 他原本要说的话 全给吞肚子里去了 须鱼 伴随着咔嚓一声 静置锁链落下 叶翘紧绷着的肌肉终于松了下来 慢吞吞收回结印的手 体内的灵气全部一扫而空 被泪的毫无形象直接坐地上了 连吞了好几颗丹药 对上宋寒生来不及收回的复杂目光 他站起身拍了拍衣服 微微一笑都说了 我上我也行 宋寒生 他那双眼睛都略微睁圆了片刻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叶翘 你能做到过目不忘 宋寒生下意识便开始质问 他又记起来了 当初叶翘找自己借心法的时候了 如果对方真的能做到过目不忘 合着最后 他妈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宋寒生心情太操蛋了 刚问完结果发现 叶翘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直接掠过他 打开大门 走进了宝库 宋寒生只能认清楚局势 现在不是他能质问的时候 他勉强压下惊骇 决定回宗后要再针对叶翘开个会议 修真借法器分等级 不过三人现在都是半调子 对法器没什么研究 自然是逮到什么拿什么了 里面丹药 功法 乃至心法都有 叶翘功法这一位都没敢碰 口嗨归口嗨 他可不想真的当魔族 于是只能专挑法器 往戒子袋里面拿 为什么咱们宗门没有这么多法器 叶翘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夺损和捆腰绳 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拿来的 哦 狼好比是明璇和穆仲熙两个师兄 一人给了他一个 总结下来就是 要啥啥没有 全靠师兄接济 没有气修 叶清涵只能这么回答他 这是事实 他语气冷淡 你可以去乘风宗买 就是贵 好点的法器都贵 不好的又没有买来的必要 于是 气修炼出来的法器就更贵了 叶翘决定 以后对断横刀放尊重些 大宗门的法器也少 相比之下 魔族就肆无忌惮了 他们烧杀掠夺 各种抢来的法器和魔器都有 他们也不懂欣赏 抢回来就丢得到处都是 琳琅满目地 叶翘扫过去眼睛都谎花了 罗盘 宋寒生晃了晃手里选择的法器 布阵用的 阵法需要提前布阵罗裂 有罗盘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 他拿了罗盘后 又挑了个保命用的防御型法器 叶翘寒选了最衬手的剑 他没有本命剑 等剑枯开了后再去选 打起来的时候 手里剑很容易断 但问剑宗资源也比较匮乏 断了后要好多天才能有新的剑 这回肯定是卯足镜多拿点剑 叶翘也发现了几个挺有意思的法器 因为时间紧迫 没时间仔细研究 只能把自己看顺眼的 全网戒子代理塞 孙寒生看了眼皮子都忍不住抽了下 到底他们是魔族 还是你是魔族 拿起来的真不客气 在搜刮的差不多后 三人也没继续留恋 叶翘掐绝将禁制给重新按了回去 期间他又灌了不少的丹药 叶青寒面上无动于衷 心底有些羡慕 长命宗竟然有这么多丹药的吗 被他竟然直接当糖豆给吃了 孙寒生看着他掐绝的速度 也有些入神 他记性虽然谈不上过目不忘 但也不差 心底将叶翘打出来的咒印默默记住 然后突然就有感而发 叶翘 在他转头困惑之际 宋寒生道 如果当初师傅留下你 你会来当我的师妹吗 叶翘顿了顿 看向他 回答得很简短 不会 他自打下山那日 就再没打算回头 而且那只是你的假设 叶翘打断他的臆想 云恒不会留下一个中品灵根 练气的弟子 你也不会在乎一个天赋平平的那门师妹 宋寒生逐渐不说话了 他说的没错 直到现在 他才把叶翘真正放在眼里 可修真戒不就是这样吗 只有够特殊才会被记住 你的记性很好 他道 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话 不至于这么多年 在月轻松默默无名吧 如果你早一点显露出天赋 宋寒生觉得 月轻松也不是那种会无视天才的 叶翘耸耸耸肩 别别别 你们只是得不到的 更不甘心而已 干嘛 他说着 还嘚瑟了两句 突然发现 我比你那个天才师妹要厉害 后悔了 宋寒生唇角微脸 眉眼情绪毫无起伏 我只是好奇 好奇 如果师父留下他 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叶翘 别想了 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 洋了洋下巴 我可是你们月轻松这辈子得不到的弟子 宋寒生 靠 三人几乎是满载而归 叶翘因为消耗太多 实在太累 干脆倒头就睡 云水城那边传来消息 说有两个金丹被抓 剩下我们的人还在外面不敢进去 好歹也是大宗人的青传 虽然都个个愚蠢了些 但本事还是有的 魔族们简单开了个会议 决定加快速度 给他们来个围城 突如其来决定要抓青传助助兴 也是上面大人下来的命令 据说是对这一届青传们的大笔 相当感兴趣 于是放出来了消息 坐等这些人上钩 没想到他们还有点智商 看出来了是阴谋 阿大微微宁笑了两声 可惜他们没想到 我们圣女已经突破原因了吧 叶翘保持着面无表情的模样 神色格外冷淡 我们走 他到底还是盼着圣女提前回来 便挥了挥手 语气淡淡 我这就带领你们 踏平五宗 避水宗宗主 唉 这孩子的中二期过了吗 秦范范思索了下叶翘的年纪 还没吧 才十五岁呢 有中二病很正常 现在五宗宗主的脑袋 全往御检上面凑 都想听听魔族那边 到底在搞什么要额子 毫无疑问 叶翘成了全场的焦点 云恒在听到自家弟子问出 如果师父当初留下你 你会来做我的师妹吗 这句话时 脸轻了又红 即使隔着遇见 都能感觉到 其他老皮肤私底下的嘲笑声 宋寒生这话问的 不就是在打他的脸吗 不就是相当于在说 如果云恒当初没有做得这么绝 他是不是就会留在月清宗了 更让他丢人的还在后面 叶翘竟然轻飘飘来了剧 不会 秦范范当时就笑了 意味深长道 好好守着你的宝贝云雀 我们家叶翘不稀罕你们宗 云恒再次自闭了 他当然也知道 自己当初的事情做得不道德 可叶翘都是他捡回来的 一个草药而已 有必要下山吗 在他看来 弟子如果都像叶翘这样叛逆 那他还不能给点教训了吗 武宗都是这样惩罚弟子的 云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又不是所有人都像秦范范那样 放养式的教育